此前还有相关民调显示 全球44%的人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 81%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 这再次说明 失去民众支持的美式民主 早已是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 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曾表示 美国选出一位总统需要花费140亿美元 这算什么民主 他说的很对 美式民主不就是金钱民主吗 éc新运菜